我们是花莲市民里国校 那学校的校本课程 我们以推展城市游乐园为主轴 那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教育核心 是希望孩子在学习中能够找到乐趣 才可以发展出他未来的兴趣 所以也就是我们从低年级到高年级 一系列的安排 像低年级就是以阅读写作为主轴 那当然要让孩子喜欢阅读 要能够便利的取得还有自主的学习 所以我们就采用了智慧图书馆 那让孩子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 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时间来阅读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的阅读推展 效果非常好 能够来培养孩子长期 为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 自从有了智慧图书馆 我变得更爱看书了 我觉得图书馆非常地有趣 你想借书的时候随时都能来 想借书的时候 只要拿着借书证 就可以借书了 我每天都很想要借书 像这个智慧健康中心啊 对我最大的改善就是 因为它诠释那个 全自动然后触控萤幕这样子 它可以简化我一些 那个书写操作 然后呢 在帮学生量身高体重视力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可以简化我一些 超超斜斜的终成这样子 学生的一些健康资料 都可以存在那个云端上面 可以跟资讯做个连结 等于是说家长可以直接从一些 APP里面就可以看到自己小朋友 在学校的一些那个 身高体重的一些成长 还有一些视力的一些数据这样子 我们导入科技学习除了提升学生的 基本能力之外 我们希望学生可以从我们身边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然后设计思考 乐于分享 培养学生对于未来的 知识态度技巧能力 我觉得在国民教育里面 国小教育它是最多元跟活泼的 那我们最重要的是 让孩子学习的兴趣 能够持续的延伸 从兴趣引发之后 才会培养出学习的习惯 也就是未来其实我们比较强化的 不是孩子在领域课程里面的片段学习 而是他能够在未来的发展 他能够关注自己想关注的议题 然后能够透过自己的方式 来寻找学习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